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个内容 就是要约收购了 要约收购的出发条件 是持股比例达到30%以后 你还要继续的去增值股份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触发了要约收购 要约这个词陌生吗 合同法里讲过吧 所谓的要约收购指的就是 我要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了 换句话说就是一旦到了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开始公平收购了 就不能进行个别收购了 好 接下来 既然有触发要约收购的情形 就有免除发出要约的情形 免除发出要约的情形 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增内容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增内容 这个内容写的比较多 但是呢 其实难度不高 它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叫做免于以要约方式去增值股份 第二个呢 叫做免于发出要约 就很多同学看完了之后呢 对这块本身就产生了不理解 说免于以要约方式增值股份 和免于发出要约不是一个意思吗 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说有区别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值股份 换句话说就是作为收购人 他主观上想不想增值 他的主观上他是很想增值的 就是看主观态度啊 他在主观上是想增值的 然后呢 他符合条件 正常情况下的话 你达到30%以后还要继续增值 就出发要约收购 就要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了 但是呢 当你主观上想增值 但是你满足了客观条件之后 你就可以向我们的证件会去申请 我能不能不对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我不发要约 我还继续以这种 个别交易的方式来进行增值 可不可以 如果经过了证件会的同意 那就是可以的 这就叫做免于以要约方式来增值股份 好 那么免于发出收购要约呢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站在收购人的角度 他在主观上 根本就没有收购意愿 没有收购的意愿 也没有继续增值的意愿 他不想控制这个上市公司 他是因为客观原因 他是因为客观上 一些客观原因的出现 导致了他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超过了30% 我根本就不想收你让我发什么要约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但你理解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之后 你再来看具体的内容就简单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免于以要约方式增值股份 第一个就是同意控制 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 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意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 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就是我左手倒右手 右手倒左手 是这么来倒的 是吧 我们两个公司都受同一公司控制 那我持有30 他持有20 跟我持有20 他持有30 有什么区别吗 是吧 好 第二个呢 是为了救命 承诺锁定三年 为了救谁呀 为了救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呢 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 收购人呢 提出了挽救公司的重组方案 取得了该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而且收购人承诺了 三年之内 我不转让其在公司当中所拥有的权益 锁定三年 我又是为了救这个上市公司的命 那么这种方式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允许你不去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预 就这俩 再有一个其他是个兜底项目 我们就不管了 所以这块呢 简单记就是第一个 就是自己人之间 是吧 左手倒右手 第二一个呢 就是为了活命 为了上市公司救命 而且承诺 锁定三年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第一个就是定向增发 承诺锁定三年 经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非关联股东的批准 投资者呢 取得了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 投资者取得了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 就对他一个而发的 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股份 超过了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而且投资者承诺了三年内 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 而且股东大会已经同意投资者 免于发出要约了 换句话说就是 这种定向的增发 是引入一些战略投资者 这个定向增发呢 它可以面向新的股东 也可以面向原有的股东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都是要以配股的方式来 就是大家都来 目的是为了不稀释股权嘛 是吧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 能够拿出大笔的资金来 做这件事的股东可能没有那么多 只有他有这个权利 所以有这笔钱 所以呢经过了股东大会的批准 而且是由非关联的股东的批准 大家认为这种情况 虽然让他取得的这种股份的比例增加 但是呢 他呢本身的目的并不想控制我们的公司 同时呢 对我们整个公司其他股东 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影响 我们同意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专门定向的向这个股东增发的股份 他又承诺了三年之内不去转让 股东大会又同意了 他可以不去向投资者 发出邀约 那即使他持股比例超过了30% 这种情况也是没事的 因为人家本身也不想控制这个公司 只是因为特殊情况 好第二一个呢 就是国资的核准 经过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化转 变更合并 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 占该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了30% 是吧 原来呢 有两个国有公司 共同在一个上市公司当中持股 这两个国有公司 每个人的持股比例都是16% 后来呢 经过了这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这两个公司合并了 合并之后 这两个公司共同持有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份 变成32%了 你说这是主观原因 还是客观被动原因导致的 这不是爹要求的吗 俺爹要求了 俺们俩儿地合成一家了 是吧 他的目的想继续增持吗 他还想去控制这个公司吗 他没有这个意愿和想法 所以这种情况不需要发出邀约的 对吧 第三条是本公司回购 因为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 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而减少股本 导致了投资者在该公司当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数量 超过了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有的人说他不是公司回购股份吗 怎么还导致我的股份增加了呢 不是这样的 是你原来持有这公司的股份可能是29%点多了 结果呢 后来呢 这个公司呢 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按照特定价格向其他的特定股东回购股份 比如说我们有因为公司合并导致的意义股东 回购请求权的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假设那个人 他的本身在公司的持股比例是5%或者百分几 导致我们把他的股权回收之后 注销掉 注销掉之后整个公司的股本缩水了 总股本缩水了 你的股份可没变 结果就会导致你的持股比例超过了30% 这是你说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的目的不是想增值股份 那我当然不用去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我不想收啊 对吧 好 往下来是履约回购 因为履行约定 购回是证券交易协议购回上市公司的股份 导致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超过了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并且能够证明标的股份的表决权 在协议期间是没有发生转移的 是吧 这个当时我们就有这种约定 我只是履约来对这种回购式证券进行购回 我只是履行约定而已 我并不是想去控制上市公司 并不是想去向全体股东去收购 你没有必要让我去发收购要约 对吧 好再往下就是归宿增值 我们的教材也好讲也好讲的是爬行增值 其实我觉得爬行可能归宿会更加贴切 或者更形象一些 所以我写的就是归宿增值 所谓归宿增值指的就是年增值比例在2%以下 说在一个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者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30% 那么自上述事实发生至起一年以后 然后我每12个月内增值的都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部分 那大家想一想我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这个上市公司吗 我要想控制这个上市公司 我的持股比例要达到50%对吧 那我现在是30% 我每年要是都加2%的话 那我10年以后才能控制这个公司 10年以后这个公司什么情况 市场变成什么样了 谁知道啊 是吧 所以我既然选择这种模式 就说明我的本意根本就不是为了控制这个公司 所以你让我发什么药语 好 接下来是控股股东 他的增值 他已经是控股股东了 他的持股比例已经在50%以上了 说增值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0%的 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 也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什么叫不影响该公司上市地位啊 我们在前面讲上市的要求吗 3000% 4亿10%吗 对吧 你要要求流通股占比要在25%以上吗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呢 本身他不会导致控制权的丧失 他都已经控制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就免除发出要约了 好 接着往下来 是承销贷款而持有的 说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其经营范围内依法从事承销贷款等业务 导致其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 超过了30% 没有实际控制该公司行为或者意图 并且提出在合理期限内向非关联方转让相关股份的解决方案 证券公司呢 可能会因为包销而导致持有一个公司的股份 我本来说好了包销 结果呢 结果您只卖了60% 剩40%都没卖出去 我是不是就得包园 那一包园不超过30%了吗 那我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这个上市公司吗 不是 我是没卖出去 对吧 而银行 银行怎么回事 贷款 我们知道贷款呢 有一个股份的质押 对吧 股份质押之后呢 因为他到期不能还钱 导致银行实现治权 因此拥有了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份 那银行的目的是什么 银行的目的是收回本金和利息 银行的目的才不是为了控制你上市公司呢 对不对 所以他承诺在合理期限内把这些东西卖掉 目的既然不是为了控制上市公司 人家就不想收购 你非得让人收什么呀 是吧 所以就免于发出邀约了 好 接下来就是继承 因为继承导致在一个上市公司内拥有的权益的股份 超过了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小赵拥有假上市公司2%的股份 老赵拥有假上市公司29%的股份 结果老赵滴滴打贺又嫁贺西游了 结果小赵合法继承人 一继承之后拥有上市公司股份超过30% 31%了吗 那这种情况下站在小赵的角度上 他是客观的被动的 对吧 他也没想到他爹打个贺就走了 是吧 他的本意是想控制这个公司 是想继续收购吗 那不是不是就别邀约了 对不对 最后一个就是优先股表决权恢复 因为所持优先股表决权依法恢复 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超过了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数的30% 目的也不是为了控制 他也不想继续增持 所以免于发出邀约 这个东西理解了就没什么难度 大概看一看就行了 这一块呢 说的实际上就是已经控制50%这个问题 还有根本就不想增持和控制 因为被动原因导致持股超过30%的情况 这块内容呢 虽然是我们教材今年新增内容 但是他的可考性其实不高 换句话说就是 他能设限你的点其实不多 所以个人认为考试当中 可能个别选项会作为正确选项出现 看完了之后大概有个印象 有了方向能判定 我觉得就够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收购方式 邀约收购呢 它分成两种方式 一种呢叫全面邀约 一种呢叫部分邀约 全面邀约没什么说的 这个部分邀约 你得知道这个部分在哪 很多同学认为全面邀约 就是向所有股东发出收购邀约 部分邀约就是向一部分股东 发出收购邀约 我们说不对 凡是邀约收购 都得向所有股东发出收购邀约 我们讲了邀约收购的目的是为了公平收购 所以部分邀约指的是向所有股东 发出邀约收购其一部分股份 而全面邀约指的是向所有股东发出邀约 收购其全部股份 所以这个部分邀约的部分指的是哪 考试的时候会把这部分放前面 那就错了 好 接下来就是公平收购 持有同种股份的股东应当得到同等对待 而如果是不同种股份 是可以提出不同的收购条件的 什么叫不同种股份啊 比如说普通股和优先股 就是不同种股份嘛 对吧 你对普通股的收购条件跟对优先股的收购条件 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块呢 我们也给了大家一个课外阅读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要约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 既包括普通股股东 也包括优先股股东 但是可以针对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 提出不同的收购条件 他们俩本身就是不同种股份嘛 是吧 好 接下来就是支付方式了 支付方式呢 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现金方式 第二种呢 就是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方式 就股权换股权 第三种呢 就是现金和有价证券结合的方式 所以这一块呢 是要求大家知道 什么情况下 就必须使用现金方式 什么情况啊 就是收购人 为了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 而发出了全面要约 或者是他因为不符合免除发出要约的规定 而发出了全面要约 看到了吗 什么要约 什么要约 全面要约 是吧 如果你发出的是全面要约 就必然涉及到对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收购 而中小股东 你用股权跟他换股权 你知道他愿意要还是不愿意要 所以这种情况下 没什么说的 就必须采用现金方式来收购 那么如果采用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的方式来收购的 应当同时提供现金方式 供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来选择 毕竟呢 人家不一定就想用股权换股权 是吧 再有呢 就是现金和证券相结合的模式 好 接下来就收购期限 收购期限呢 不能够短于30天 不能够超过60天 重点 这个是客观题设陷阱的点 他自己可以直接考 也可以结合其他考点考 而且他能结合的点 至少能结合两个点考 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 记住了 好 接着往下来是撤销要约 承诺期内不得撤销要约 不用说了吧 你的收购期限不能短于30天 不能超过60天 你最短30天 这就是有期限的 那么既然有期限的 我们在学合同法的时候 学过了 辅承诺期的要约 能撤销吗 所以第七条 它是个常识 这个不算结合点 好 往下来 是变更要约 变更要约呢 首先第一个 变更收购要约应当及时公告 载明具体的变更事项 你得告诉人家吧 就你比如说 我原来的收购价格 是每股8块钱收 现在我要把这个价格变更 每股10块钱收 你不得告诉人家 对吧 第二个就是时间期限 注意一下 收购要约期限 届满前15日内 收购人不得变更要约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 这就是第一个结合点 对吧 我告诉你收购期限 是45天 结果呢 在第40天的时候 我提出变更要约 可以吗 如果没有竞争要约 这就是不可以的 这不就结合到变更期限来了吗 这就是第一个结合点 第二个就是内容限制 我们可以变更 但是注意一下 往低了变 不行 降低收购价格 减少预收购股份的数量 和缩短收购期限 据说啊 往低了变 是一定不行的 那往高了变可不可以呢 增加收购价格可不可以 可以 增加预定收购股份的数量 可不可以 我原来收70% 现在收80%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增加收购期限可不可以 谁想当然的说可以呢 这块不一定 比如说我原来的收购期限 是60 你告诉我增加可以吗 增加到90%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收购期限不能短于30天 不能超过60天 对吧 所以 降低一定不行 增加 不一定行 主要是期限这一块 所以这个是跟收购期限的第二个结合点 好了 接下来就是维稳的要求了 在要约收购期间 被收购公司的董事 不能辞职 这个好理解吧 为什么董事不能辞职 因为董事 他是公司的决定参与经营管理的决策层 对吧 这不是维持上市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吗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一听说 啊我们公司要被谁谁谁收购了 那这个公司一旦收购完了之后 那他肯定董事会得换季 换上来都是他的人啊 那我们作为董事 我们还操那个心 受那个累 干嘛也干脆 我们都回家了 是吧 全跑了 他们一走 但问题是新的公司 人家还没收购完 新的董事还没进来呢 这个公司 你告诉上市公司 怎么再继续经营 一下是吧 决策层没有了 那不垮了吗 所以为了维持上市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我们要求在要约收购期间 被收购公司的董事 是不能辞职的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 站好最后一班岗 好 接下来是收购人的义务 收购人呢 有三项义务 报告义务 禁售义务和锁定义务 首先 作为收购人 要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 这块可不是权益变动报告书了啊 因为要约收购了嘛 所以是要约收购报告书 聘请财务顾问通知被收购公司 同时对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摘要 做出提示性公告 而收购行为完成后 收购人应当在15日内将收购情况 报告证件会和证交所 并予以公告 这一块的报告期限是15天 不是三天了 好 接下来 禁售义务指的是要约收购期内 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好理解吧 你本来就是要收购上市公司 你不能这边收着这边卖 那肯定不行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锁定业务 在收购行为完成后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这个点呢 是我们证券法 新证券法调整的点 以前呢 是12个月 在调整的当年就考了 有筹当场就报了 所以这18个月的规定呢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做强制要求了 好 我们来看题 这是2021年921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去年考的啊 这道题说 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中 收购要约变更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A说收购人可以减少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我们讲了 往下变肯定不行 往上变不一定行 对吧 往下变肯定是不行的 B说收购人可以将原定的收购期限 从30改为40 往上涨 我们说不一定行 不一定行 主要是看这个时间 有没有超过上限 我们的上限是不能超过60 他30改40 没超上限 所以这是可以的 C说收购人可以根据证券市场的变化 降低收购价格 往下降 肯定不行 D说收购要约期限届满前 20日内收购人不得变更要约 时间错了15天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就是B选项 考法玩法完全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 这个题目难度不高 好 往下来 是17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说 下列关于上市公司收购要约的撤销 与变更的表述中 符合证券法律制度 规定的是谁 A说收购人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 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撤销其收购要约 辅承诺期的要约能撤销吗 你要撤了你都不是仅仅违反证券法了 你连合同法都违反了 是不是 所以显然是错的 B说收购人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 不得变更收购要约 他不是说在承诺期限内都不能变更 是在承诺期限届满前15日内 是不能变更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 所以他的表述不对 错了 所以说收购人需要变更收购要约的 只需通知被收购公司 不需要公告吗 错了 第一说收购人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 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 显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这道题A选项和D选项是一对矛盾选项 看到了吗 单项选择题如果出现了矛盾选项 想都不用想 答案肯定是在他们俩里边找 所以这道题答案就是D 好了 接着往下来看2019年这道多选 说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要约收购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谁 A说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期限内 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你是收你是卖 正确吧 B说收购人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 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 辅承诺期的要约不得撤销 正确 C说收购人在证券交易所之外进行的收购 属于要约收购 在证券交易所之外进行的收购 是属于协议收购 它不属于要约收购 错了 D说收购人应当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 并对报告书的摘要做出提示性公告 这个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ABD 好 接下来 2020年的判断题 这道题说 上市公司收购中 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18个月内 不得转让 你看 我们说有仇当场就报了 就是这个点 就是2020年的一个新增内容 2020年新增和调整的时间 一共有三个 这是唯一一个考过的 所以我们说 那个三加三 还有36个月的 禁止表决的时间 这两个就更加重要一些 这个说法是对的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内容 叫协议收购 所谓协议收购呢 指的是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之外 与目标公司的股东 就股票价格数量等方面进行私下 协商并达成协议 受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票的收购方式 进行股票的收购 并不一定非得要通过证券交易所来完成 我知道你手里持有这个上市公司12%的股份 我就直接找到你 我跟你说了 你把你持有的这个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我 我给你钱 你要多少 或者我给你其他公司的股票 咱俩换 对吧 这个通过证券交易所了吗 没有 我们是私下达成的这种交易协议 所以协议收购 我们又将这称之为叫场外收购 就是不通过证券交易所 直接找到目标对象 好 接下来就是披露义务 收购协议达成后 收购人必须在三日内将该收购协议 向中国证券会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报告 并且予以公告 这个跟那个5%的规定是一样的 三日内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那么一旦达到30% 还要继续收购的 那么仍然是要转化为要约收购的 你不能说我通过场外一家一家 就去找这些大股东收 你一旦持股达到30% 你就不能再继续找了 那你就要约收购了 好 接下来是题目 我们看19年这道单选 说根据证券法律制度规定 下来关于上市公司协议收购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谁 问的是错的 A说收购协议达成后 收购人必须公告该收购协议 三日吧 对吧 不是说你用协议方式收购 就可以逃避披露义务和要约收购的义务 对吧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所以这是对的 B说协议收购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进行的收购 属于场外收购吗 对吧 C说收购协议达成后 收购人必须将该收购协议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及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并公告吗 没问题 正确 第一说收购人你通过协议方式 收购上市公司30%股份的 虚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行了 现在只要看到这俩字 就直接画叉子就行了 连上市公司上市都不需要核准了 我收购股份 你让我核准什么核准 对吧 显然是错的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定 好 再看一道多限定 这道题说 假公司在证券市场上 陆续买入了以上市公司的表决权股票 持股呢 达到5.50%才公告 被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以信息披露 违法为由 实施处罚 我们正常情况要求达到多少 达到5% 就要履行报告通知和公告义务了 你达到5.5%才公告 那是不是就违规了 违规的情况我们怎么处理 是你违规收购的这0.5%的部分 在36个月内禁止行使表决权 是吧 我们叫36个月禁表 禁表不是不许代表的意思 是不许行使表决权的意思 好 往下看 之后呢 假公司欲继续购入乙公司股票 乙公司的股东赵某和钱某反对 持股3%的股东丙同意 对此下列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谁 A说假公司的行为已经违法 故无权再买入乙公司的股票 他的行为违法是对的 但是违法的处理措施 是不能再买股票了吗 那我们是要活跃市场的 动不动就这个不让卖了 那个不让买了 显然不合适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打折打七寸 是禁止行使表决权 所以A是错的 比如说赵某可以邀请其他公司 对乙公司展开要约收购 对吧 我一个人持股只有5.5% 但是如果说我邀请其他公司 我的母公司 子公司 兄弟公司 我们一帮人加一块 持股超过30%了 我们展开要约收购 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好 接下来 说钱某可以主张 假公司以违法 故应撤销 其先前购买股票的行为 咋撤销啊 没法撤 是吧 只是禁止行使表决权而已 所以C是错的 D说 丙公司 可与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自己所持 全部股份 卖给假公司 我3% 咱们直接厂外交易 协议方式收购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 就是B和D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收购方式 其他的收购方式 就不用展开了 大概了几个名字就行了 包括认购股份收购 集中净价收购 国有股权的行政划转或变更 以及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还有赠予 了解就行了 这块就不展开了 也没有考定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后果 上市公司收购 在收购行为完成后 那么我们看这个上市公司 他还符不符合上市条件 上市条件什么 3000 25% 超过 4亿的 10% 如果说你 收购行为完成之后 所有的股权都集中到了一个股东的手里 导致流通股比例过低 不再符合上市条件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要约收购 收购行为完成后的话 他的锁定期是18个月 那他就是限售股了 他就不是流通股了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既然不符合上市条件了 那就由证券交易所 依法终止上市交易 换句话说就是 你既然不符合条件 你就退市呗 对吧 好 那么你退市了 还持有这个公司股份的股东怎么办 你原来在证券市场交易的时候 我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转让出去 才流动性强 你如果退市了 我手里拿这个股票 我再想卖 我是不是就卖不了了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得给我条活路吧 所以说 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东 有权向收购人 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 出售其股票 而收购人是不能拒绝的 叫应当收购 这一条客观第一考试呢 经常考 客观第一考的时候就告诉你 遭到了收购人的拒绝 或者叫收购人可以拒绝 他只要说拒绝肯定都是错的 好 那么如果说收购行为完成后 这个上市公司 他不但不具备上市条件了 他连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都不具备了 股份有限公司什么条件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是两到两百人 如果说全面要约收购完毕之后 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 全部集中到一个股东手里了 成为了百分之百 独资 那这种情况下 请你依法变更企业形式 变成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呢 基本上不考 考主要是这一条 好了 看题 这是一道多限题 说假投资者收购一家 在科创版上市的股本总额为 4.5亿元人民币的上市公司 下列关于该上市公司收购的 法律后果的表述中 符合证券法律制度规定的有谁 A说收购期限届满 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 以不符合股票在科创版上市的条件 对不对 超过4亿应该10%吗 所以如果8%就不符合上市条件了吧 正确 对吧 所以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应由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你既然不符合上市条件就退市 好 接下来 B选项说 收购期限届满 持有该上市公司股份2%的股东 要求以收购要约同等条件 向假投资者出售其股票的 假投资者可以拒绝收购 能拒绝吗 我们说不能 C说假投资者持有该上市公司股票 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36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是18个月 错了 D说 收购行为完成后 假投资者应当在15日内将收购情况 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并预议公告 公告期 15天 不是3天 是吧 是15天 证券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A和D A和D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有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内容 我们给大家介绍完了 上市公司收购是我们这一部分客观题的核心考点 每年都有考题 既然每年都有 2022凭什么例外 所以这个点今年肯定也有题 请你认真抓 你都知道他考 你为什么不准备呢 上市公司收购这一部分 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介绍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概念 从目的 从手段 从对象 然后介绍了控制权的问题 当然那个都不是重点 那都不考 所以我们列实的第一个考点 是上市公司的收购人 收购人从两个角度掌握 第一个呢 是一致行动人 一个 第二类呢 是谁不能成为收购人 一致行动人 有公司类的 有个人类的 一定记得我给你画的那张图 有图 一切都好办 投资者在中间 投资者的母公司 子公司 兄弟公司 朋友公司 非银行管融资 也算朋友公司 然后 共同董监高的 也算朋友公司 是吧 然后还有持股 30%的自然人股东 董监高和自然人股东 这还有主要 近亲属 就这图网站还一摆 有啥难度 考点就在这 30% 是公司类 个人类的一致行动人 不能够成为收购人的 对于自然人来说 不满足 董监高的认知资格的 把别人孩子玩死了 自己玩进去的 无限人 大债未经常的 再有 就是坏人说瞎话 三年内 都不行 好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 每达到5% 三日内 要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 报告证监会证交所 通知上市公司 并预计公告 每增减5% 同样也是三日内 但是呢 它的锁定期不一样 达到5%的 是上述期限内 不能买卖 而增减5% 公告期满后 三日内 不得买卖 每增减1% 这个通知上市公司 预计公告就行 它没有报告义务 违规收购 违规收购的 36个月内 注意 是禁止行使表决权 好 那么再往下呢 是 报告书类型 我们有 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 和详视权益变动报告书 什么情况呀 报送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 持股比例低 又不是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我们叫低加飞 低加飞 低是什么 就是达到5% 然后没有达到20% 非是什么 非第一大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 这就是检视 剩下的就报 详视权益变动报告书 所以详视的你用记吗 你不用记 你把检视的记住就行了 除了检视不就详视吗 对吧 好 那么再往下就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是最重要的 要约收购的出发条件 达到30%以后 继续增持 那么接下来就是免除要约的情形 免除要约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是我主观上想增持 我确实想控制它 只是我满足条件 所以这种情况下 向证件会申请 免除以要约方式来增持 我用这种个别收购的方式来增持 对吧 那包括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自己人之间 第二个呢 就是我为了救这个上市公司 然后呢 我还承诺锁定三年 大概就是这块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免除发出要约 我根本就不用发要约 因为我主观上 是不想增持的 我根本就不想控制它 你让我发什么 对吧 我没有继续增持的意愿 只是因为客观原因 导致了我的持股比例 超过30% 比如说有一个上市公司 对个别股东的定向增发 而且是经过了非关联关系的股东同意 而且这个股东又承诺三年内不对外转让 而且又经过了股东会的批准 不需要去发要约 第二一个就是经过了国资的核准 国资之间的这个并股导致的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本公司回购其他股东的股份 导致我的股份超过30% 再有一个就是履约回购的问题 因为履行这种回购式的证券的约定 导致我购回之后的这个股权超标 再有一个呢就是爬行增持 也叫归宿增持 是吧 达到30%一年以后 每年每12个月增持的股份比例 不超过2% 也就这个点 还能考一考是吧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控股股东的收购 50%以上了 对吧 而且又不会导致这个公司的性质发生变动 再有一个呢 就是因为承销贷款 而持有这个公司的股份超过30% 我目的不是为了增持 我又承诺 在接下来的合理期限内 要把它转让给我的非关联关系的其他公司 再有就是因为继承导致的 还有就是因为优先股的表决权恢复导致的 这些都是客观原因的 对吧 就这点东西 那么接下来就是收购方式 收购方式呢 有全面要约 有部分要约 那全面要约没什么说的 部分要约 记住了 也是向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指示收购其部分股份 原则呢 就是公平对待 当然对于不同种类的股份 可以提出不同条件 支付方式有三种 现金方式 依法可转让的证券方式 以及现金和证券相结合的方式 什么情况下要采用现金方式 你就记住 只要是发全面要约 无论是 你没有取得豁免而发 还是为了 这个 为了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而发 总之一句话 你发全面要约 你就得拿现金收 收购期限 这是最重要的 不能短于30天 不能超过60天 然后 辅承诺期的要约不能撤销 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变更 变更要约的话 首先第一个 要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 其次 注意一下 在收购要约期限 届满15日前 不能变更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 再有一个变更的内容 注意 往下变一定不行 往上变不一定行 价格变 收购比例变 往上变都没问题 但是期限往上变 注意 注意 不能超这60 维稳的规定 没什么说的 收购期内 被收购公司的股份 被收购公司的董事 不得辞职 报告义务15天 禁售义务 收购期间 锁定义务是18个月 收购行为完成后 那么接下来 协议收购没什么说的 就是场外收购的一种方式 注意 协议收购 只是通过场外方式去收购 并没有说 协议收购 不需要履行公告义务 也并没有说 协议收购达到30% 不处罚要约收购 这就是 协议收购的问题 而至于 收购行为完成后的 法律后果 我们看 它符不符合上市条件 如果不符合上市条件 就退市 退市的情况下 仍然持有 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东 有权要求 收购人 以要约收购同等条件 来收购自己 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收购人是不能拒绝的 那如果说 它不满足股份公司条件 那就变更公司形式 所以这块 我们就是两个后果 一个是退市 一个是变形 变形不是变形金刚 是变更公司形式 至于其他的收购方式 这个东西也不怎么考 我们就不管了 以上就是有关于 上市公司收购的 全部内容了 但是就像你一样 从未来的开始 就像你一样 打开了